那么这些呢也是同理可以使用这个这个iOS就是Xcode最新提供的这个呢可以直观的来进行设置啊 它的那个实际上内容是一样的啊 好 这就是launch image launch image呢大家注意啊 还有其实API跟也是一样的 这个分辨率和它的尺寸呢一定要和上面的完全一样 才能够将来才能提交成功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个也很重要 下面的内容呢就是你默认的情况下呢 你link了多少 嗯 Xios的库 这些每一个framework呢实际上都相当于一些动态连接库 啊有一些是必须的 你想openl是放音乐用的啊 ui kit 这也是跟显示有关跟UI有关的啊 包括它的这些 跟显示有关的这些库等等的 这些东西呢 是最初就包含在你的这个系统里的啊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呢先不修改这个内容 我们将来在啊讨论到一些高级的专题的时候呢 比如如何增加广告啊 如何增加付费下载啊 就会向这里添加呢一些内容啊 你看这是还有很多的库没有另个进来 我们现在呢最基本的这些呢已经具有了啊 如果将来需要添加什么内容的话 再从这里边选啊 目前我们就目前就保持这样好 这就是一个工程的设置啊 工程的设置 就是现在 另外下面我们再来看其他内容啊 工程设置以外的内容呢 一个就是原代码 原代码呢 目前这里面呢 只有很少的几个文件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个intralayer intralayer呢 实际上就是它 嗯 这个系统启动之后呢 大家看到了第一个界面啊 还有这个 嗯 这就是我们的hello world的界面 我们以后也看到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appdelegate这个文件 它的头文件和它的这个实践文件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几个点啊 一个是程序的入口在哪里 答案就在这个appdelegate 它里面的appcontroller里面呢 大家注意看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会被系统调营的 而且在这里呢 它会创建你这个游戏的 的window 还会创建你的opengl的view 这就是你这个游戏显示的这个窗口啊 包括一些设置 所以呢 这里就是程序的入口 假设你有什么内容 想要在所有的事情还没做之前就做 就在这里做 比如说我在这里初始化一些东西 这时候呢 显示还没有加载啊 文统还没有出来 在这时候创建是在所有的事情做之前做的事情 好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啊 有一些opengl相关的设置 比如说呢 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在这里设 让它显示这个display status 我们一会儿就看到啊 它会显示 帧数 然后呢 还有我们目前的这个游戏 我们希望采用的帧数 这里默认是60帧 它的这个一个 一个interval 一个时间片呢 是一秒除以60 就是说每秒钟60 60帧的这个数量 这个数字呢 不是随便来的 因为目前来说呢 LCD显示器 它显示内容的 这个频率呢 就是大家约定好呢 就是60赫兹 如果你的游戏高于这个 这个刷新率呢 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LCD本身 它的最高的这个显示 频率就是60赫兹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这设一个100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啊 因为这个COS2D自动 会帮你设到最高 就是60赫兹 60赫兹呢 在人的眼睛看来呢 就是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啊 如果你的游戏在运行当中 由于性能的原因呢 帧数不足60 严重不足 比如说30 40 这样的时候呢 人眼就能看出游戏一些卡顿 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都会默认把这个 setDisplayStatus这个点成yes 设成yes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可它在这个右下角呢 而在左下角呢 会显示这个帧数 我们可以这个随时的看到这帧数的变化啊 就是了解这个游戏的性 然后呢 你看这里创建OpenGL的view呢 view最后传给了这个director 这director是什么 director在电影里面是导演的意思啊 在我们的CoreOSD里面呢 director呢 就是一个啊 单体 单体呢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里面是唯一的一个对象 在唯一的这么一个对象 而且它是全局的 这个对象可以随时的用这个 ccdirector sharedirector这个方法来得到 那么这个director呢 控制整个的你的游戏的流程啊 包括你的刷新啊 你的这个暂停啊 回复啊 它还存了一些重要信息 比如说你当前屏幕的尺寸 这个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啊 大家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你的游戏的一个啊 导演他呢 来帮你把这个游戏的这个运行的整个情况呢 他来控制 然后你呢 只需要做你游戏独特的那部分就可以了 好 director呢 他你把view交给他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他来做了 你看 包括这是2D的设置啊 如果你是3D游戏的话呢 因为其实考核2D有一个呃 有一个插件 考核3D啊 你这点就切切成3D的 嗯 保护像这儿 他enable retina display啊 就是激活这个 叫视网膜品 在这里 如果你选择了yes的话 默认的他是yes的 就表示呢 你要同时支持两种分辨率的 比如说是简单说 iPhone3GS和iPhone4S 这两种分辨率呢 就可以支持了 这个呢 他不是简单的拉伸 啊 我们会为相应的分辨率呢 提供相应的图片资源 而在我们游戏当中可以统一的 用呃用坐标呢 来同时支持这两种分辨率 具体的 做法 我们会在后期的这个 专题里面呢 来那个 呃详细的介绍 怎么支持各种分辨率的 iPhone 呃Device啊 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其实都和内容有关系 我们现在暂且不论啊 大家知道这是一些设置就可以了 好 当这里return之后呢 这个 这个 一些初始化工作就做完了 啊 初始化工作做完了之后呢 程序会跑到哪里去呢 啊 程序呢 就会开始创建它的第一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 下面呢 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hello world 先啊 这样呢 这样呢 在后面讲到layer和 screw sign 就是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直观感受啊 说了半天呢 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没跑一下呢 好 运行这个hello world 呢 也非常简单啊 只需要将你的这个 设备通过USB连接到你的这个Mac电脑上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识别出来的设备啊 我这只iPad的设备呢 是这个 这个名字 大家也看到可以用simulator啊 有iPhone各种4寸的3.5寸屏 还有iPad的各种模拟器 我们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 在这里呢 我想提示大家的是呢 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初学者 你可以用模拟器来运行一些小的粒子啊 但是呢 如果你是正经八百的想做iOS开发的话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用在设备上来运行这个 你的游戏啊 为什么呢 首先呢 在simulator上运行的会非常的慢啊 它的帧数呢 都是肯定是达不到60帧的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个simulator上有些功能呢 只是简单的模拟一下 它不会和真正的device上的一些内容一样 这样有可能造成 比如说你你要把内容存在kitchen里面 但是呢 可能simulator的kitchen呢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模拟 它呢 你可能调了半天调不出来 但是呢 最后你上真机仪式 哎 可以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花过多时间运行你的程序在simulator上啊 还是用真实的这个device是最好的 也能更大的接近用户 当你的程序到用户的手上的运行的情况啊 好 这里我们要运行的时候呢 就选择你的这个ipad的设备 然后呢 点击运行就可以了啊 这里呢 如果你长按这个运行这个三角形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出来啊 四个选项 这那个出第一个呢 就是运行 后面还有一些测试和其他相关的一些功能呢 实际上都是当你游戏开发到中后期的时候呢 你需要优化你的性能啊 你需要检查你静态分析的原代码等等 这些的时候要用到一些强大的工具 你都会在后续的专题当中的进行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选择最简单的运行就可以了 运行的时候呢 它首先呢 会编译你的 现在跑起来 看到没有 很快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什么 我们再来运行一遍啊 我们点这个stop啊 就可以停止这个程序的运行 接着刚才说 当你点击这个三角形run的时候 它首先编译你的这个工程 编译完了之后 他就会把他需要的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在苹果开发里面称为bundle啊 bundle这个词就是说你将来这个应用的这个包啊 他把会把这个包的内容呢 拷贝到这个iPad上 拷贝到iPad上之后呢 然后把它运行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这个过程是比较快啊 当你点击运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首先 出来一个costrd大的这个全屏 然后有一个小的这个图片 然后是hello world这个字 然后hello world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achievements和leaderboard这两个 两个字啊 achievements是成就的意思啊 就是成就系统 游戏当中有成就系统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后还有leaderboard就是排行榜 这两个内容实际上是和苹果的gamecenter是有关系的 我们一会可以通过原代码来看 具体看它们是什么东西啊 是怎么出来的 好 另外呢 在这个hello world的运行的时候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在它的左下角啊 这个位置呢 有它的帧数 你看现在是稳定在60帧 因为因为加载内容少 所以呢 现在呢 系统并不繁忙 你看很稳定 偶尔出现有59 这也没关系啊 都是稳定的60帧 然后它每帧的这个时间片呢 是0.1617 大概是这个数字啊 这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帧数啊 这个帧数呢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可以帮助你呢 来关注你游戏的性能啊 但是真正当你的游戏 要放到apstar上的时候呢 这个帧数是要关闭的 关闭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初始化你的Cox2D工程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选项啊 就是在这里 这里呢 按照我的习惯呢 我会在debug版当中显示这个帧数 但是在release版当中呢 不显示这个帧数 所以呢 我这里可以简单的呢 用红开关啊 来关注它 就是只有当debug的时候呢 嗯 它才会是yes啊 如果说是非debug的情况下呢 我就会将它设置为no 这样的话呢 这样我在我上传我的代码到apstar的时候 不需要再修改这个内容啊 不然我万一忘掉了 就可能给用户呢 是带有这个帧数的 那就是出问题了啊 就很简单的一个想机器 好 下面我们来看呢 场景是在哪里创建 首先呢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初始化 是在这里完成的 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那么剩下高考32D会做一些 相应的初始化工作之后呢 就会呢 回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在刚才初始化 这个apcontroller上面的第一个函数 就叫direct did a reshaped project 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呢 在这里 你创建自己的第一个场景 程序运行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 我们开发者的任务就开始了 CocosRD的任务呢 他的初始化已经做完了 然后现在给我们登场 我们这里呢 会显示我们的第一个场景 场景是什么 场景这个词呢 英文是scene 它在这个CocosRD里面呢 它的对象是ccscene 我们将会在下一讲当中呢 仔细介绍就是组成一个 CocosRD游戏的基本元素 那么场景呢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元素 现在我简单的说呢 场景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当你需要把整个屏幕的显示内容 都换到另外一套的时候呢 这其实这样就是在做场景的切换 比如说 我们一般玩游戏的时候 会有一个 进去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主菜单 然后我们一点这个start开始游戏呢 它可能就整个的这个主菜单的内容就消失了 然后切换到你比如loading的场景 然后呢loading这个过程呢 大概十几秒钟之后呢 又全都消失了 然后可能又进入你的真正游戏进行的这个场景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三个场景之间的切换 那么呢 在我们这儿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句元代码 实际上就在创建第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就是introlayerscene 这里就是创建的第一个场景 为什么呢 我们到这个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scene上面点击 点击右键 然后跳到jump to definition 我们就会跳转到这个introlayer 它的这个scene这个方法的实现当中来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当你创建这个helloworld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创建了两个layer 一个是这个introlayer 还有一个helloworld 那个我们一会再说 那么它第一个 第一个场景就是introlayer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又会有点疑问 你不是说刚才说场景 怎么又出来layer层的事呢 是这样子的 场景呢 它本身呢 不包括任何可显示的东西 它只是相当于一个容器 它可以包含很多的layer 它可以包含很多的layer 那么我们introlayer这个例子当中呢 这个scene scene是通过layer的这个方法来创建的 你看怎么创建的 就是scene scene node node就创建了吗 对在CofficeRD当中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node它实际上在干什么 就跳转到它的它的这个积累ccnode 这个里边 就是所有的scene layer 所以将来我们学到的这些各种CofficeRD的这些图形元素呢 他们的总的祖先的这个积累呢 就是这个node节点啊 这节点里边它实现了一个方法叫node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就是在allock这个对象 然后inate 然后当然autorelease 因为这在它要return这个对象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使用autorelease 然后呢实际上没什么神秘的 这个node就是把它简化了 实际上你可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写scene 你可以用allock 然后inite 你可以这样 但是呢 CofficeRD里面的方法呢 一般是当你创建这种layer或scene的时候呢 只需要down它的node就可以了 你看同理啊 底下这个layer也是 它已经你如果在这跳转的话 去看它的实现 实际上它来到的是同一个地方 都是它的积累实现的allock inate它的地方啊 在这里呢 在这个layer的这个方法里面呢 它创建了自己 创建了自己之后呢 它也创建了一个场景 那么它把自己呢 这个layer加到了这个场景里面去 然后将这个场景返回 看到了没有 这实际上就是在创建一个 一个scene 最标准的一种方法 它通过把自己呢 这个layer呢 增加到这个这个场景里 然后将这个场景返回 返回之后呢 是什么在调用这里呢 我们再向后退就会看到 在这里 这里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cox2D把任务交给你的 一个交接点 在这里呢 我们来创建自己的第一个场景 啊 我们就是这个interlayer 大家可以把这联系起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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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